歡迎來到Cat Guy Fishing 久違的來釣個OK 這天大約釣了兩個小時 魚釣的不多 而且魚種很雜 體型也偏小 那會剪的這部影片是有原因的 因為這可能是87%的路來的人 都會遇到的一種情況 就聽我威威到來 這天是2023年12月9號 甘草底大約是下午3點多 人到釣場開釣時已經快3點 看著人不多 就可以猜到 藥嗎 藥框不好 藥嗎 魚太小 習慣性選擇一個 附近沒什麼人的位置開釣 大概就是前後30公斤 都沒有人的區域 不干擾別人 也不會被干擾 可以好好正常發揮的範圍 釣不釣得到的魚 就看水裡有沒有魚 欸 落水藥 這時候你說這位釣手是假賽大汗的 我都不意外 所以說水裡這麼多魚 打龜哪那麼容易 是不是 可惜是小魚啊 用一條黑點開湖 用的配置是 3.5克的 Feric 事實上部影片介紹的 Sap Hunter 1.25寸的大小 非常適合 用來開場 保底 不打龜 繼續使用熟悉的操作 慢慢的捲 讓牽可以連續的敲底 拋了兩桿之後發現 怎麼一下都沒咬 平常這樣子的操作 沒起餘 也會有被咬的感覺 只是 連一點感覺都沒有 所以馬上就做了一些改變 增加抽這個動作 也就是 拋出後 先慢慢的捲 發現 牽觸底之後 就抽個兩下 再慢慢的捲 觸底後 再抽 重複這樣的操作 那為什麼會選擇 換操作 而不是換鵝呢 因為我身心 這隻鵝 是不可能釣不到魚的 1.25寸的 可是大小通吃 小至兩指 大至30公分 都沒有問題 再大一點的 只是我沒有遇到 不然我相信 也是會癢 果然換操作之後 馬上就來一隻 後續 這隻鵝的區域 用了 同樣的操作 我還騎了三條魚 OK 花生 10度 包地包夠了 我就換了個 耳丸 用今年Zman 新出的貪圖魚 一樣 3.5克的 Furic 拋個幾岸沒有反應 換個位置 再拋個幾岸 還是沒有反應 咬都沒有咬 可現在這個時間點 沒什麼大魚 不得不為限時低頭 換回一開始的 Stephunter 使用同樣的操作 果然起了一條石爐 後來想著 不行 還是要凹凹看有沒有大的 於是又換了個位置 拋個幾岸發現 往上面的這個位置 一下都沒有咬 不管是 平時最有效的 慢捲 或是 時間特別有效的 抽 都沒有反應 於是再換個方向跑 終於又騎了一條 OK 之後想著不然再換個耳試時 拿出了一款 兩吋的 點尾魚 這款也是 Zman今年新推出的軟蟲 看著這個耳的時候 不禁思考了一下 是不是讓它連續的跳動 效果會比較好 於是我就 將操作改成 邊抖邊收 那這也是 今年特別火紅的一個操作 叫做 V-Daw Strolling 不過整體的配置來說 我的牽台重 會變成 持續在底部跳動而已 但是 非常的有效 因為怕我幾十桿都沒有養 換的操作 馬上就讓我在這個區塊 起了三條魚 兩隻石斑 還有一隻 不知道什麼魚 要抓起來拍照的時候 它就斷線了 OK 所以這部影片的重點是 你可能有一種操作 平常都有效 可以讓你保底不打龜 但凡事都有意外 有時候 你這個操作 就是會失效 沒有辦法 可以保證 任何一個操作 100% 每次 都掉的到魚 所以當你發現 咬礦種 跟平常 不太一樣的時候 你就要試著做一些改變 你要嘛就是 改變耳 要嘛就是 改變位置 要嘛就是 改變 操作 像我不改變耳 是因為我覺得這隻耳 不可能釣不到魚 結果改變的是操作 馬上就減效 露雅就是這樣 當你平常的方式 釣不到魚的事 你都要做一些改變 像我平常就是 慢捲 就會種魚 那代表魚 是非常貼底的 像這一次 抽的會讓耳稍微離開泳層 所以可能會吸引到 一些 沒有這麼貼底的魚 或者是因為抽這個操作 讓耳的存在感變高 所以才吸引到那些魚來攻擊 那以上這一些就是 這部影片的重 希望對各位 有一些幫助 那我們就 下次見 MING PAO CANADA